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性开采煤田之一 是黑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 1983年才从加姆斯脱离出来 那既然是煤田嘛 肯定有数不清的煤矿 而煤矿的开采离不开炸药 这就为爆炸案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1979年12月21号晚上七点左右 七台河市东风公社富强大队俱乐部发生爆炸 当时呢 有900多名社员在这看电影 被炸死了86人 炸伤197人 爆炸现场在富强大队村的中心 是一个砖瓦结构 能够容纳1000人这么一个建筑 长38.4米 宽11米 高4.6米 这房盖呢 已经被爆炸掀掉了四分之三 东西的墙壁部分倒塌 散落雾啊 让现场这个地面加厚了半米多 像这样 造成80多人死亡的恶性爆炸案 在解放之后这是头一回 经过两天两夜的勘察 侦察人员发现了两个爆炸坑 一号坑深1.6米 直径4.4米 二号坑深1米 直径3米 坑底啊 都成这个锅底状 另外 还有三个没有爆炸物的坑 没有起爆 从这些坑里啊 取出炸药81公斤 雷管21个 提取装炸药的塑料袋11个 缠炸药袋的纸绳10条 连接起爆线40多米 绝缘布11条 计真人员在绝缘布上 发现不完整的指纹一枚 同时他们发现 霉炸药的土坑是用铁锹和稿挖成的 炸药的成分是奇奇哈尔生产的 含有少量TNT成分的销岩炸药 从爆炸现场来看 罪犯采取的是串联爆炸的手段 这是当地群众采煤的习惯做法 第二 用的炸药 雷管 引爆线 都是当地常用的材料 第三 从挖坑的痕迹来看 有的是风洞前用铁锹挖的 有的是案发前不久 也就是地面冻上之后用稿刨出来的 第四 现场部位处于偏僻的农村 埋藏炸药的量非常大 雷管数量多 这些都证明了犯罪分子 就住在富强大队 或者在附近 或者在这个大队有落脚点 专案组认为 这肯定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报复杀人 犯罪分子对这个大队的干部群众有仇恨 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应该具备以下七个条件 第一 有获取炸药 雷管 电线的条件 第二 具备和现场相同的敲稿等作案工具 第三 有埋藏炸药和引爆的时间 第四 有爆破和电弓技术 第五 熟悉现场周围和俱乐部里边的情况 第六 具备存放炸药雷管电线的场所 第七 发案前后应该有反常的表现 侦查破案工作一开始 在发动群众上遇到了一点困难 由于死难者家属处于那种非常悲痛的状态 忙于处理丧事 伤残家属急于护理病人 没有直接受害的群众怕坏人报复 都让查访工作一时之间难以展开 专案组一面积极的和卫生民政部门紧密配合 抢救受伤群众 协助群众处理伤势 一方面呢 发动群众 激发群众仇恨 为帮助公安机关破案提供线索 这原文就是这么写的啊 激发群众仇恨 其实就是各种方法发动群众 对不对 这回他没炸死你 下回条再炸呢 大家得把他检举揭发出来 也是有道理的 以专案组富强大队为重点 在现场方圆15公里内召开群众会 适当的公布案情 发动群众揭发检举 在这个基础上 深入访问了死者家属 富强俱乐部周边的住户 当晚看电影时候 站在门口的群众 以及偷盗和倒卖炸药的人员等等 摸清了看电影观众的位置 中途退场的人员 死伤人员的情况 还了解到当晚没有看电影的人员 以及干群关系 一共发现各种线索216条 重点对象40名 经过30多天的侦查 40名重点对象被否定了38名 而本大队社员徐凤浩和他的弟弟徐凤德的疑点 越来越大 第一啊 这两个人有作案的动机 去年徐凤德报名参军 大队党支部书记提出来 他的家庭有问题 不同意他报名 后来呢 他要求考学 大队干部不给他复习的时间 再后来 徐凤浩呢 回原籍山东找对象 大队干部不给他嫁 要地皮盖房子 要了好几年 大队干部也没给他 还有个大队干部啊 冒用他的名字和户口 给自己的亲戚安排了工作 案发前不久 徐凤浩的小孩病死了 他认为是大队的卫生所 有药不给用造成的 第二 两个人中的徐凤浩 懂得爆炸知识 徐凤浩在大队煤矿打警的时候 搞过爆破 装炸药 接电线和引爆方法 他全都懂 而且呢 他惯用的爆破方法 跟这个案件的爆破方法相同 第三 徐凤浩还倒卖过炸药 有条件搞到炸药和雷管 第四 就是作案时间 二徐兄弟 当天晚上 曾经去看过电影 但是 中途退场了 发案之后呢 他们不承认自己退场了 经过破案指挥部研究 对二徐 采取三条侦查措施 第一 对二徐的社会关系 进行全面的调查 发现本大队教员赵某 和徐文浩的关系密切 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 案发之后 赵某还曾经多次出入过徐家 但是 赵某这个人 没有作案动机 没有跟徐凤浩和谋作案的可能 经过工作 赵某反映 在1979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 徐凤浩用麻袋 往家背过东西 徐凤浩还向赵某透露了 曾经想炸了大队煤矿 但是没有干成 第二 对徐家进行搜查 根据现场挖出了81公斤炸药的情况看 犯罪分子为了发挥炸药的威力 把原来小包的炸药改为大包 如果是徐凤浩做的案 在改装的时候 他的家里必然会散落炸药 经过搜查 在徐家的炕上 地下 墙角 麻袋里等七处地方提取尘土 送到刑事技术部门化验 证实了 这些尘土里都含有炸药成分 而且和现场提取的炸药相同 还调查证实 徐凤浩倒卖过三次炸药 都是整包卖出的 第三 提取二徐的指纹 跟现场的指纹进行比对 经省里边鉴定 公安部复合 认定了徐凤德的指纹 有四个特征 与绝缘带上的指纹相同 随着侦破工作的深入 专案组在获取一些 直接的证据之后 决定拘捕而去 拘捕前 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制定了以徐凤浩为 突破口的审讯方案 1月25号晚上7点 把徐凤浩拘捕之后 立即宣布依法拘留 开展突击审查 开始的时候 徐凤浩还假装镇静 不认罪 当警方出示了化验结果之后 徐凤浩啊 这脸苍白 全身发抖直往外冒虚汗 在当天晚上12点 交代了他和弟弟徐凤德 合谋作案的犯罪事实 警方抓住战机 抓紧突审 迫使徐凤浩 供认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经过审讯 同案犯徐凤德的口述 跟徐凤浩完全一致 二犯供认 是因为对富强大队的干部 不满意而报复作案 他们的原计划呢 是挨家挨户的去爆炸 但是怕漏了马脚 趁对干部开会的时候 爆炸杀人也没找到机会 最后才决定在俱乐部爆炸杀人 1979年9月末的一个夜晚 二徐带着工具偷割电话线60多米 盗窃了汽油柴油30多斤 10月初呢 二徐四次去黑河煤矿炸药库 盗窃炸药7箱 共360多斤 在家里边把这个炸药线剥掉 用塑料袋装好 徐凤德又到新发大队张学忠家 要了雷管30发 徐凤浩家原来有4发 这就准备好了34发 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 10月中旬 二徐携带炸药 雷管 汽油 柴油 铁锹 尖钩 钳子 螺丝刀 手电筒 麻袋等等工具 偷偷地从俱乐部正门的破窗户 跳入大厅 先后用了4个夜晚 在大厅挖了5个大坑 把7箱炸药和50发雷管 埋在了坑里 连接了起爆线 为了发挥炸药的威力 又将14瓶汽油和柴油 倒在了炸药上 埋炸药后的鱼土呢 从板凤倒入到舞台底下 1979年12月1号晚上6点 俱乐部里边放电影 二徐认为 时机已经到了 当看到第二部夹片的时候 徐凤浩接上引爆线 中途退场 19点20分 爆炸发生 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案情大白之后 警方连夜对二徐的住处 依法进行搜查 一共获取了作案工具 等等11种罪证 同时复查了现场 证实了俱乐部舞台板凤下边啊 确实有一堆浮屠 证据确凿 我们来看一下 而这个案件破获之后 带给人们的反思 第一 这起惨案 富强大队的某些干部 违法乱纪 是促使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遭受欺压的当地社员 和外来的无户口劳力 对对干部十分的痛恨 不少人呢 都曾经扬言要报复 大队长和二队长 利用职权 仗势欺人 让自己的亲属 假冒徐凤德的性命 并且把徐凤德的户口本 拿到七台核矿物局当工人 这就是触发二徐夙愿 起义报复的导火索 事后呢 对个别严重违纪 导致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 都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第二呢 是爆炸物品管理不严 给了凶犯可乘之机 二犯作案的炸药啊 投资黑河煤矿 第二采煤区的炸药库 这个库呢 设在一个小树林里 没有人看管 领取炸药也不记账 1979年6月 这个炸药库就曾经被盗 但是始终没有加强防护措施 同年的10月间 二徐呢 先后四次入库 盗走炸药300多近 都没有人发现 在调查过程当中 还发现七台河几百个煤矿 煤窑的炸药库 都没有专人管理 任人偷 任人拿 以至煤矿区呀 家家户户都有炸药 都有雷管 还有炸药市场 私人可以自由的买卖 破案后不久 徐凤浩和徐凤德 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滥杀无辜 天理不容 1979 七台河市 富强俱乐部爆炸案 全文完 没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